臺灣聲響實驗室 臺灣聲響實驗室 這個計劃其實是去年在 文化部部長、鄭部長 他和龐碧度中心下的 EARCOM所達成的一個合作計劃 那我們很開心在一年之後 現在就正式啟動臺灣聲響實驗室 EARCOM是國際上非常重要的 一個結合聲響科技 跟聲響藝術的一個重要的文化機構 那我們希望透過雙方彼此研究的交流 人才的交流 以及共創或共制的節目 那也期待未來能夠共同合作在 CLAB設立臺灣聲響實驗室 臺灣聲響實驗室 未來的發展 我們也覺得每一年 其實應該要有一個對公共 能夠進行公共參與 所以聲響藝術節 就是在這樣子的理念之下 它就是一個公共推廣的一個平台 今年的聲響藝術節 我們也呈現了好幾個我們自己的創作 都是從聲音出發 但是並不限止在聲音上面 而是就是以聲音為基礎 但同時去擴展出它的其他的可能性 AQUA AR結合了人工智慧 在一個平板上面 它可以用它的手指頭去畫生物呢 程式它就會去用AR的方式 在空間活起來 第一屆的聲響藝術節 具有非常指標性的意義 因為它代表著聲響實驗室的正式啟動 而且它正式面向公眾 進行推廣 進行社會連結 那今年的聲響藝術節 它的結構其實大概有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來自於 我們跟我們的合作夥伴EARCOM 由他們來精選一些過去他們合作過 或者他們所生產的一些節目 他們把它帶到台灣來 讓我們看到這個聲響科技跟藝術創新 它如何能夠連結 然後產生出所新的創作 那第二個部分其實是我們在地的製作 那在地的製作這裡面 也牽涉到不只是CLAB本身的聲響實驗室 而且還有我們跟跨機構的合作 例如我們和國家電影中心的合作等等 那這些跨機構的合作 還有跨領域的行作也是未來 不只是CLAB也是這個聲響實驗室 未來發展的方向 CLAB其實我們非常強調跟學院的結合 如何將這個學習的系統架接到學院 所以今年的這個聲響藝術節裡面 有一個區塊就是跟台南藝術大學的合作 所以這種結合聲響實驗室的技術資源 跟學校的學習教學系統 那這個是未來我們也會去發展的一個方向 跨中心或者跨領域的協作 這個是CLAB的一個本質 所以在跨領域中牽涉到不同的學科 不同的知識的互相學習 互相補位 那這個的確就是未來在文化實驗場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方法